这两天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雨迅速增强 多地出现暴雨 大暴雨 给当地造成不同程度损失 在江西修水县航口镇 六名干部昨天凌晨排查险情时 车辆不幸被洪水冲走 三人获救 三人下落不明 中央气象台预计本轮降雨将一直持续到28号 各地正深入灾区查看灾情 抢险救灾 并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